我们讲忧郁 躁郁 创伤后压力 失觉失调 失智 过动症 自闭症 陀锐 强迫症 都是个别的疾病吧 有没有共通的原因 现在发现好像有共通的原因 共通的原因是什么 是发炎 好像过动而 几乎你去问都有过敏 那这些过敏只是表象哦 真正在问题大条的是 他的神经系统一直在发炎 所以他进不下来 然后青少年脸上长满痘痘 对不对 这叫发炎 这是表象 他里面的神经系统在发炎 所以他很阿杂 很忧郁 不然就是很暴躁 看到父母跟看到仇人一样 不是他故意的 是他的神经系统在发炎 这样了解 那什么东西造成发炎 几个 最常见的甜食 然后不好的油 它会提升发炎的反应 然后再来就是人工化的东西 就我们不是自然的东西 我们身体不认得 就把它当成这个 当成这个过敏源去对抗了 大家要想一想你的大脑 是不是一直在发炎 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 年纪大就会变成失智症 那怎么样降低发炎 前面讲一个就是进食量不要这么多 让自己常常有空肚子 空腹的时候 第二个降低发炎 目前发现最好的物质是这个 EPA 鱼油中的EPA可以降低发炎 所以鱼油在很多疾病的 这个重要性上越来越强调 忧郁 压力 创伤 睡眠 助力不足 过动 暴力 偏差 预防失智 预防失智失调 发现都会有改善 那如果他说不行我吃素 怎么办 吃素可以吃这个叫ALA 亚麻人油 亚麻人油它会有这个 这个在体内会转换成EP跟DHA 所以现在也不贵 所以我们好多原因 我们讲失智症 但是你发现原来是吃造成失智 不喜欢忌口的老人家 他比较容易发生失智 喜欢吃甜食的 喜欢吃这个大鱼大肉的老人家 比较容易提早发生失智 那这是讲运动的重要 有一个高中 大家都不读书 成绩很差 成绩差就算了还校园暴力 所以还在门口装那个金属探测器 把学校搞得像监狱一样 然后校长就找所有的老师来讨论 怎么解决问题 最后问题被谁解决 哪一科的老师解决 体育老师 他说我们来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跑步 第二个就是攀岩 那他最厉害的是 他的测验的方式很特别 他不测你跑步的时间 他测你心跳 因为测跑步时间谁永远第一名 体保身嘛对不对 本来就强壮的人 四圈一下就跑完了 那不喜欢运动就更不喜欢运动 我不测这个 我测心跳 所以谁会第一名 最不常运动的人 心跳会最快 就鼓励这些不常运动的人去运动 然后发现马上成绩就进步了 阅读能力跟测验成绩都提升了 他们学校的学霸一个女生 瘦瘦弱的从来不运动 后来发现运动之后 哇读书变得好轻松哦 他超爱运动 爱到什么程度呢 下一节课要考试了 只有十分钟的下课 他也要冲去运动 下大雨的天气哦 他穿着雨衣跑去跑步 跑完之后 雨衣满身臭汗写考卷 一百分 所以孩子读不好 你要鼓励他多运动 好那攀岩是 个人还是团体的运动 攀岩是一个团体运动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攀岩过 你一个人上去 要有三四个人在后面确保 还要有指挥手 因为你贴着墙壁攀 你看不到路线在哪 所以这个原本是学校的恶霸 爬上去之后 发现自己好无助哦 因为如果人家绳子一松 你就掉下去了嘛 对不对 或者你爬在那边 根本不知道 没有人给你指引 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藉由攀岩去养成 大家和群的精神 所以校园暴力不见了 有没有很棒 所以运动它有很大的重要性 好所以运动对于提升脑本 非常非常重要 那它还可以去提升 这个掌控感跟自信 提升血清素 正身上牵涂多巴胺 提升内阴性的脑 马肥 脑肥让你有幸福的感觉 好然后可以改善这些 最好流域焦虑啊这些 更年期啊 那还可以有效的抗衰老 那我最后再花点时间讲这个 这个叫什么 Mindful 有没有听过 叫做正念 正念就是禅修 几乎是完全一样 那过去都把它当成宗教 对不对 就好多越来越多研究 就证实说正念是 对健康是有很大幅的功效的 所以Google就把正念 引到他们的管理 Google在他们的总部分部 都有这种正念的房间 所以只有老师可以教你 你自己也可以进去静坐 那到底有哪些医学上的功效呢 我随便念一些 可以戒烟戒酒戒毒 然后止痛 降低这个关节炎的发炎反应 提升癌症的存活率 降低三高 有没有吸引力 越来越有吸引力 对我讲最有吸引力的 它可以提升这个东西 叫做染色体端粒 我们染色体细胞 复制一次端粒就会减掉一些 复制就减掉一些 减到减无可减的时候 这个细胞就死掉了 所以有的人看起来很年轻 对不对 因为它的端粒很长 上天给它的端粒很长 有的人看起来老老的 或者突然老人家就变得好衰老 因为它的端粒快没了 那这个端粒可以再复原吗 没办法 唯一发现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静坐 正念静坐 很神奇 最后稍微讲一下睡觉 你看这是人的淋巴系统 全身都有淋巴 哪里没有淋巴 大脑没有淋巴 好 家里有青少年一定要给他看这一段 只有大脑没有淋巴 淋巴是帮助我们什么 代谢废弃物的 把废弃物清运走 大脑没有淋巴 它怎么清运废弃物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 它有一个机制 还好它有这个机制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会萎缩 你睡得越好 越熟脑细胞就萎缩得越小 萎缩之后是不是有个负压 就会把脑脊髓液吸进去 我们大脑是泡在一个水 一个海洋里面 叫脑脊髓液 当你睡得很好的时候 大脑萎缩 脑细胞萎缩 把脑脊髓液吸进去 早上清晨起来之后脑细胞又膨胀 把脑脊髓液再挤出去 就是所谓的涨潮跟退潮 是不是就把废弃物带走了 所以睡眠重不重要 如果你从很年轻 就开始不在意睡眠的话 你的大脑就会开始 累积这些废弃物 我刚刚前面讲的 好 泪淀粉蛋白这些废弃物 所以在睡觉的时候 你大脑默默地在涨潮 退潮 然后帮你勤运废弃物 所以睡眠重不重要 重要 从年轻开始养好睡眠的习惯 好 那睡眠养耐这个退黑激素 它除了帮助睡眠 它还可以防癌 可以抗老化 好 你睡得好 代表你的退黑激素 分泌很旺盛 它可以让你更健康 它还有预防忧郁的效果 也可以让心情改善 好 今天的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